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 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 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读点 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畅通流动 这个文件虽然它只有提出了大方向的目标 那么并没有具体措施 但是文件一出来就迎来了很多的质疑跟猜测 最普遍的一个质疑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理应全国一个统一市场 为什么还需要加快去建立一个所谓的统一市场呢 比如说我们拿欧盟来讲 欧盟的前身是1958年所创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因为欧洲各国它都是主权国家 它拥有主权 所以的法规制度各不相同 那么因此呢要组建一个统一的市场 那么需要透过谈判打开壁垒 来降低流通的一些阻碍 又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东协 像RCEP或者是CPTPP 这些经济合作组织 那么也因为它是由各主权国家 他们要努力成为一个统一市场 所以需要经过复杂的谈判跟让利过程 但是呢中国各个省市政府并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那么在中国跨省之间的交易 也不会受到关税或者市场准入这些限制 那么为什么要从头来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好我想也是因为质疑太多 而且一时之间很难有说得通的理由 所以呢猜测就更多了 而当中最严重的猜测是 问说中国是不是要重回1950年代 这个所谓的计划经济的时代 而且呢要把市场经济这个取消 变成是要统购统销 由政府来取代市场那只手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是否表示中国就要跟国际经济 这个来真正的脱轨 而且关起门来 就专门搞内循环 那么另外呢也有人猜测 所谓的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其实就是要让中央进一步的集权 那么同时呢在最近几年 这个国进民退的基础之上 在把过去几十年 已经市场化的地方经济 来扭转为是由中央来主导的这样一个局面 好那么除了这两大类普遍的所谓的质疑跟猜测之外 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包括企业界 他们的主流看法认为说 这是中国为了因应反全球化思潮底下的一种对策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底下的最大的受益者 而现在呢因为反全球化的思潮已经兴起 而且看起来是无可抵挡 所以中国必须有所因应 好我以下来介绍几位在中国的一些学者 或者是专家他们的看法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洪荣 他说从国务院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建立统一市场制度规则 打破地方政府跟市场分割 其实如果缩小来看的话 就是类似一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一个做法 那么但是呢世界贸易组织呢 它是国跟国之间呢 要建立一个这个共同的制度规则 来打破各国之间的保护主义 而这个务必呢 就是为了让商品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来流动 提高效率达到充分的开放 只是说呢WTO的这个做法是用全球为范围 而中国现在提出来这个 这个统一大市场呢 它是从全球缩小到只限于在中国境内 好那洪荣呢进一步分析说 为什么他认为在中国境内推动啊 这样子的一个啊 中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啊 大有可为啊 他说因为啊中国地域辽阔 市场广大啊 而且有完善的物流系统 而且另外呢还有现在还有大数据的这个支持啊 所以呢如果能够透过公平竞争 打破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啊 那么就可以啊 充分发挥生产力的效能来加速啊 这个优胜泰裂啊 另外呢资商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李超啊 他的宏观经济的团队啊 他指出说啊 这一份啊国务院的意见书呢 是十四五规划啊 这个当中就有提到说要加快建构国内统一大市场啊 这是在那个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深化啊 那么他们认为啊 这将有利于啊新兴产业的发展 跟中小企业能够跨区域啊 的限制啊 而能够做大做强啊 那么也有利于啊 这个物流行业啊 另外呢 统一了全国的能源跟数据 还有技术市场呢 将更有利于推动啊 重大的科研基础设施 跟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啊 来补足啊 制造业中上游啊 比较弱的啊 这一部分啊 而清华大学的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啊 执行这个副院长啊 董玉啊 那么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啊 直言啊 说中国市场体系内啊 现在是长期存在的制度规则不统一啊 要素资源流动不不不不通畅啊 以及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啊 这些问题啊 那么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啊 所以在董玉来看的话呢 中国未来啊 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市场啊 会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面貌 好 这个我们看了以上几个啊 学者跟专家的一个说明了 乍听之下啊 中国政府啊 这个推出的统一大市场啊 似乎是在下一盘大棋啊 好 那么我们不如来做一些对照 一些对比啊 我们知道一些大型的单一国家 像美国啊 他同样因为浮远辽阔啊 加上联邦跟各州啊 有职权分工啊 所以呢 州政府跟议会啊 拥有很大的自治跟立法权力啊 这使得啊 州跟州之间的法规或者政策呢 就存在的差异啊 举个例子来说啊 像美国各州啊对于啊大麻是不是合法化啊 咏腔的问题 嫖妓啊 同婚堕胎啊 这些规范都不一样啊 那么有一些行业或者有一些事物啊 在甲这甲州合法进到乙州就会变成有罪啊 所以呢 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啊 他内部的这个市场的不统一性啊 还是存在的啊 那么相较于美国啊 中国各省之间啊 没有错 其实也存在不少的隐形壁垒啊 但是呢 中国各省市啊 他只有行政权啊 并没有立法权啊 所以呢 严格讲啊 他内部市场的统一程度啊 要比美国还要高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国务院出台的这个意见啊 却还提出啊 说要清理废除各地区 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 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跟公平竞争的政策啊 而要求各地呢 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以限制商品服务啊 跟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啊 好 这是不是表示说啊 中国地方政府啊 事实上潜规则太多啊 那么阳凤英伪的现象太严重 以至于啊 让令不出啊 中南海啊 这样的问题啊 太过于明显了 所以必须来进行整顿啊 这是第一个啊 再者啊 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跟地方州市的分权机制啊 表面上啊 似乎使得各州之间啊 形成了政策差异啊 但是其实呢 他也有他啊 优势的一面啊 就是说各地呢 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跟需求来制定政策 吸引企业还有人才去落户发展啊 那么州跟州之间的竞争呢 因此呢 也有助于创新跟进步啊 来达到百花齐放啊 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局面啊 反观啊 中国现在要推动的统一大市场啊 名义上是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啊 但实质上是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啊 那么这将会使得地方啊 因地质疑的这个弹性变小啊 那么进一步会伤害市场的创新能力啊 而且反而可能会导致啊更严重的区域的不平衡啊 所以呢 如果讲到底啊 所谓的啊 中国统一大市场啊 没有错 虽然可以视为是当前啊 在反全球化思潮底下 中国政府的一种因应对策啊 但是呢 更真实的啊 一个原因呢 恐怕是反映了习近平啊 这个集权啊 这个集这个集中的集啊 跟集权啊 的一个思维啊 后面这个集是集大化的集啊 而这个呢 就跟啊 在他荒谬的这个抗议政策一样啊 我们看到啊 中国现在呢 明明是经济受损 民怨沸腾啊 但习近平为什么要坚持清零到底啊 对于啊 民众的这种啊 愤怒啊 他是置之不顾 而且还要坚持下去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今年秋天啊 中共要举行二十大啊 而习近平为了啊 能够啊 顺利连任啊 所以呢 现在所有的牺牲啊 都必须要去进行啊 因为抗议成功 是他连任的最大政绩啊 那么因此呢 在他连任成功之前呢 他不能自打嘴巴 承认清零失败啊 就算清零啊 有多么的不合理啊 也要坚持下去啊 那么客观的说啊 习近平所 亲自指挥的清零政策啊 就是一个威权政府 跟集体主义啊 最突出的一个象征啊 这个政策啊 在没有遇到挑战之前 好像没有问题啊 在只有少数感染者的时候啊 清零政策 那么可以有效追踪 有关的接触者 把人隔离啊 但是啊 从Omicron病毒大爆发以来啊 现在每天啊 感染人数是几千几万啊 这个时候啊 清零政策啊 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啊 那么如果说啊 这个抗疫政策的荒谬啊 来看出习近平的这个 集权这个思维的话呢 那么一样的啊 中国的经济啊 明明必须跟国际接轨 才有活路啊 那么习近平却说啊 要靠内循环来维持啊 现在还要搞一个 统一大市场的政策 要透过中央高度集权 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啊 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迷信中央集权 以及由集权而产生的 政府效率啊 他以为在高度集权之下 只要政府一声令下 政策就可以贯彻推行啊 坦白讲 如果啊 这一套的这个做法 真的管用的话 难道几十年前的毛泽东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